嗨 今天又是vlog 但是我今天这个 vlog 比较特别 因为呢 我就是 想调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要去绑牙 我就是很兴奋 我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在厕所在这边 OK 现在真的是 无比的兴奋 我其实很想要绑牙很久啦 但是我一直都是在犹豫的时候 因为我的牙齿其实也不算很歪啦 就只是像它牙齿很marybara 其实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就没有给我那个冲动要去绑 但是我去枕骨的时候 我的枕骨师就跟我讲 我就有问了他 我需不需要去绑牙 你觉得我应该要去绑牙吗 他就跟我讲 我觉得你可以去绑 对耶 所以枕骨师一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就直接决定讲 OK 我就来绑 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拿 那个牙医的资料 因为他也绑过牙 然后他也比较清楚 就是他的意见好不好 然后我其实有问过IG story 问过其他人意见 但是我觉得 还是身边朋友介绍的好一点 因为毕竟他们自己亲身去绑牙 然后他们也觉得不错 然后他讲不痛 我就来了 因为其实我很怕 霸牙 因为霸牙真的是很痛 连鼓牙都很痛 打针我是真的不怕啦 但是霸牙我真的是 怕 所以今天就是我一个绑牙的vlog啊 然后现在还不是去绑牙 我现在就是去见医生 然后招一下X-ray 然后看一下医生建议我 就是要拔多少颗牙 检查我的牙齿看什么情况啦 我也不是很清楚 放牙的procedure 因为我没有绑过嘛 所以我们let's go 话说我刚喝了咖啡 我牙齿应该会很黄 我很sad 我去到那边了 我才发现到原来就是 跟我朋友给我的那个名字 就是亚银那个店的名字 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里是 Oi and Koi 然后我朋友介绍的是 Oi and Koi 啊 一个在巴胜 一个在KK 我竟然都可以来错 然后我这里去那边 要41分钟 我直接放弃了 我这个朋友讲我不要去了 然后我现在在story 在线上问一下 求救一下 Kotakomunin那里有牙医 就是比较好介绍 然后我就会直接过去 不知道 嗯 好不费 没有带一箱集出来 我就用电话拍 可能画之后有点懵 所以就 走啦 我最后决定进来这检 因为我不想要去到太远 所以就直接来这边 因为这边其实也靠近我 学跆拳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以后要换牙套 或者是什么检查牙齿的话 会比较方便 然后刚刚就是有 去support一下外面的毯子 就跟他买了三包 15块 虽然我没有什么刺 但是 就 嗯 对 卖给酒 家人说 现在我已经刚洗好牙 然后不能够拍摄 耶 很白气啊 然后我现在要就是照X-ray 我刚刚跟医生讲 我要越快越好 结果他直接跟我讲 这样我们现在做 我们现在去洗牙 只是说因为他时间关系 然后他 没有办法今天帮我绑牙 而且现在很迟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应该就是直接今天绑牙的 然后他就讲 这样子明天来啰 可是明天我不得控制 我就 约拜五来 都很喘 看我上楼梯 对 我要变 刚才累了 开心 等一下再X-ray 其实这里不会拍 但是我还是拍的 好 我照了X-ray 然后 呦 鸭子真的很白啊 很爽 看到 我希望我绑牙过 也能坚持到这样白 今天要去绑牙了 所以我今天过来这边 跳 跳什么 跳你的下额 先帮你把下额关节 调整了后 然后再去绑牙 他就不会有 我们讲的绑牙后的绑牙症 还好 他们看到我story也找我 不然的话我就直接去绑 会有点线 会有点线啊 觉得 你的这边会有点线 是正常的吗 而且他的下额的调整过程中 会有这样 还有是 这个骨还有一点高 你的这边的 慢慢把它收回去 那就ok了 因为你的整个下 这个链形是这样的 往那边去的 所以他这边的骨头 会比较高 这样去的 ok我现在已经是 弄好我的骨了 所以我明天就可以 安心的去绑牙 对 绑出来就不会有那种 绑牙后遗症 咔咔咔咔咔咔咔 谢谢师傅 这样吃了 已经放工了的 可是 为了我就要绑了 大家好 今天就是绑牙的一天啦 然后我今天真的是 很好笑 我看这个时间吃到了 不用紧 然后我又没有洗头 所以你看我现在是绑头发 整个不懂笑什么 然后我终于喝太多水 然后又睡着 所以整个脸是肿肿 然后我有过去story 就是很多人都懂我 然后去绑牙啦 蛮精力的 然后就是全部都会讲 你上拍牙子这样长 你不需要去绑啊 那么费钱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你看我现在只这样子讲话啦 你是不是一直看到 我的下拍牙子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点 我要绑牙的原因 现在可以先记录一下我的牙齿 我们现在到了牙医 Eason OK OK 前面是线 OK OK啊 Offpa 嗯 费钱 滚 老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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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呀 所以我现在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就是绑牙的时候 是完全不痛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我还睡着了 结果就偶尔醒来啊 就拍拍一下拍拍一下 所以你们就看到刚刚那些画面咯 然后我这次绑牙的那个费用呢 是五千五百块 然后不是一次性付完的 是第一次我去的时候付两百块 然后现在我绑了的话 我就是付两千块 然后再下一次我不知道付多少啦 要等医生讲 总共就是五千五咯 我还是下三千五要给 然后我做的这个是第二代的 对 所以看起来它那个铁叻是比较幼的 比起第一代的话啦 第一代是可以放颜色 这个是没有的放颜色 如果要换的话应该是要加钱的 然后还有第三代就是这个铁 这一粒东西是透明的 但是那个很多人不建议我做 第一次它只是美罢了 暂时性的美罢 然后它很容易染色 毕竟是透明嘛 然后我又有喝咖啡 喝咖啡的话会比较容易染 就是咖啡色这样子 所以整个牙齿会变黄黄 就不喜欢咯 然后再来就是最贵的一个 就是很像牙套这样子的 那个医生就不建议我做 他就觉得那个做了没有什么作用啦 其实 他就只是帮助前面牙齿会比较多 但是后面的牙齿就没有什么帮到 我也是说到很多人跟我讲 就是第二代的会比较好 然后就是传统性的这一个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做这个 然后就很开心 因为那时才前天罢了吧 前天我去看医生 就是根本就不懂那边的医生 也不懂这一间医院 只是碰巧去到这一间医院罢了 然后就碰巧遇到Dr.Dylan 对 他很帅 他又很高 呵 不是我的style 因为他太高了 他应该有一八多一九多 然后嗯 对 我现在这样子讲 阿旺看到了 如果阿旺吃醋啊 下次就会陪我去喔 不然的话我每次一个人去很闲诶 开玩笑了啦 然后原本其实不能拍摄的 但是我就有跟那个Dr.讲 我其实是有拍片的 然后问他能不能摄影 然后他就这样去问他老板 然后结果他老板就讲那个是以前的Rose来的 所以现在是ok了 so我也顺便帮他们打广告咯 虽然就是虽然是我自愿的 然后这个钱是我自己付的 所以我是觉得服务好 然后绑牙又很舒服 然后就觉得可以介绍给你们去 但是你们也可以就是 听了我的介绍就做一个建议这样子咯 然后也未必要过去的一模一样啦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 或者是看你们的附近这样子 我是觉得GOTA 里我算ok啦 毕竟我在那边附近学泰拳 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边附近 就去坐这个牙医是ok啦 也不会讲要特地跑去Maru Klang这样子 对我来讲算是很远 好啦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很开心 很开心那种 我不会像其他人讲的我帮了牙齁 很像吃爆东西啊 或者是很痛很紧这样子 最多有一点点就是很像 熟着的感觉 但是哈 我完全没有大哀 然后我现在这样子讲话 我也没有觉得很不舒服还是什么 我觉得很正常啦 只是说我一个东西顶着你吧 我这样子看着看着 我慢慢就已经习惯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啊对 刚刚 刚去买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吼 因为我很喜欢如果有东西在我牙齿啊 我一直会一样可惜弄它 就是这样 亮亮亮亮 然后弄到整个断掉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我就让它弄弄一下喔 它那个铁子在勾着我的肉 我瞬间整个人杀掉 我就在那边这样拉起来 放下来 还好没有破我的屁 不然我就变成奥瑟了 好啦 就这样啦 我的分享跟绑牙的过程就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们 等于想要绑牙的话 或者是在考虑着的话 也不妨可以考虑看看这一件啊 然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照我们下来 第一个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第一次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啦 Bye 开心 看我又变样了喔 我妹讲 我每一个月都在变一个羊 就比如说 还没有做双眼皮之前是一个羊 做了双眼皮失败过后是一个羊 然后再去割双眼皮过后又是一个羊 然后肥咬的时候又是一个羊 瘦咬的时候又是一个羊 现在绑牙了又是一个羊 所以我一整年下来我变化很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啦 但是身边朋友都是这样子讲的 哈 好了 Bye Good night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